嗨 大家好 我叫李斐 我是来自洛杉矶尔湾的地产经纪 在我前面一集视频的结尾 我有提到我们团队在准备上市的8间房源 我会一一展示给大家看 今天就来到了美丽的山景城市Yobalinda 给大家带来我们这8间房中 要价最昂贵的488万美金的庄园豪宅 今天的视频先给大家带来这个房子的院落 这房子的占地 它的航拍 社区等等 那等内部收拾完毕之后 我们会再拍一集详细的视频 做一个house tour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院子吧 来到房子的前院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一英亩占地的豪宅 不仅后院巨大 我们待会儿展示 而且前院距离街道 也有非常宽的这样一个退让 这样的话房子就距离街道非常远 内部会非常安静 即使街道上有车来车往 而且我们这个房子是高高的坐在上面 要上两层台阶 一种豪宅的气势 均临天下的感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么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边是我们的信箱 从信箱走过来 这里是我们长长的drive位 这个房子自带四车位的车库 然而在我来说 这个车库都是一个摆设 因为我们的drive位可以停下好多车 车库可能更多的会用于室内空间的一种延伸 或者是你的工作室健身房等等 实际上用车库停车的必要性真的不大 为什么 再来给大家慢慢介绍它的停车要 我们这栋豪宅位于一个自带铁门的社区 铁门里面我们自家还有一道铁门 所以是两重的宝藏 除了我们前面长长的drive位停车之外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像四合小院一样的停车的地方 我的左手边是一个单独的分离式的专门的停车库 这个停车库同时也可以用作比如说保安室 甚至是你的工作间因为它有窗户 在我的右手边是并排的三车位的车库 那这里呢我觉得是这个房子两个院子 其中很实用的一个院子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摆放一个篮球架 做一个小的半场篮球 那下面带大家去看这个房子真正精华的地方 巨大无比的后院 巨大无比的后院子真正精华的车库 嗨朋友们有没有很心动 有没有很壮观 这是怎样的一个大院子 想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们这样一个庄园级的占地的豪宅 不是在沙漠里 不是在我们东北边偏远的这个 San Bernardino或者是Riverside 是在Orange County 顶级学区治安非常良好的Yelba Linda 这样一个庄园 这样一个大平地的豪宅 Yelba Linda有很多号称 一英亩以上占地的房子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山井小城 很多房子是有一个坡度的 它的实际可利用面积 其实并不到一英亩 我们这个房子超过一英亩 1.06英亩的完全的大平地 可用的面积 在我们的巨大的后院里 有一个分离式的 你可以叫做guest house 或者是我们英文叫做casida 它是一个单独的套间 里面有洗浴间洗手间 有厨房 有一个小客厅 也可以设置成一个bedroom 现在因为我们还在收拾 过去屋子的主人 把它当成是一个棋牌室 摆放麻将机打牌的地方 我们全部收拾完毕之后 会把它set up成一个 有bedroom的guest house 或者是可以给家里的长辈 或者是宾客来住的一个房子 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设置 我的爱人一直说 跟父母不需要住在同一栋房子里面 但是又不要离得很远 我觉得像这种 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idea 在自己家的一英亩的大院里面 共享一个同样一个后院 这边看 儿童游乐广场 通常住在尔湾也好 其他城市的小区里面也好 这个就是小区的playground 但在这里这是你自己家的后院 如果一家三代同堂 自己住在house里面 然后这个casita 父母来住 父母打开门 就可以看到在自己家后院 玩耍的孩子 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 跟父母保持一定的距离 又天天在一起的完美的方案 后一行时代 大家更多的去追求一种 大战地大空间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那这种庄园级的豪宅 非常难得 他在Uberlinda这个地方 我想再向大家重复的介绍 Uberlinda的特点 顶级的学区 我们去离十分满分高中 Uberlinda High 只有五分钟的车程 良好的治安 这里是一个只有五万人的小城 以白人为主 但是华人也在慢慢的进来 另外就是便利的配套 比如说我前面一集视频里面 拍过Uberlinda新建的这个Town Center 餐厅啊 健身房啊 图书馆啊 电影院等等 那我们距离临近的华人城市 比如说Roland High啊 尔湾都是25分钟到30分钟的车程 所以这是一个闹中取静 不近不远 又有自己一片天地的 不折不扣的庄园 这里不是我们酒店的会所 也不是小区里的娱乐中心 这里是自家后院的泳池 我们这个豪宅的泳池 不仅功能性非常强 它真的很长 你真的可以在里面游泳锻炼身体 很多我们过去拍摄的房子 游泳池但是受面积的限制 更多的是是细水罢了 这个泳池就不一样 哇 来回游泳真的可以锻炼身体哦 而且它还是一个景观泳池 造的真的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泳池的另外一端 我们有我们的桑拿 还有四棵标志的树 这个景观在自己家的房子 二楼的阳台来看 很多人说 这个房子是不是没有景 你自己家的后院就是风景 自家后院的喷泉流水 旁边是豪宅必不可少的BBQ area 这样一个大的院子经常邀请朋友们来聊聊天 小孩子们细水游泳 大人们烧上烤肉 喝点啤酒 是不是非常完美的生活 这个guest house 如果没有长辈居住的话 那将会是孩子们 sleep over的一个非常完美的居所 嘉宾们短期居住也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空间 像我刚才所讲 既跟主人住在一个大的院子里 又保持了良好的距离 那我相信你的孩子 他的同学 他的朋友们 一定会对在这里sleep over念念不忘 经常想要来你家做客 因为今天的视频只是一个预告片 宣布带大家看房子的主体结构内部了 只是参观一下院子 它的占地 再总结一下 这里是Uberlinda 4215 Hidden Oak Drive 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铁门社区 顶级的学区 良好的治安 不多不少的华人比例 两重铁门非常专属 这些铁门不是为了防止犯罪 或者是因为安全的考量 而是因为要这种专属的感觉 在铁门背后是自己家的庄园 那请关注我们的视频 后续对这个房子内部的详细的介绍 一共有6个卧室 6.5个洗手间 有健身房 有非常漂亮的挑高的厅 等等详细的给大家展示 那如果有在这一带 找这样的庄园豪宅的朋友们 欢迎跟我取得联系 我的电话 我的微信放在视频的下方 那我的经济同行们 如果你们有客人在Uberlinda 找这样的庄园豪宅的话 也欢迎提前跟我沟通 房子准备好 照片拍出来 第一时间发给你们 欢迎带客人来看房 我们下一集视频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